现在这一块最难打通的通道 目前我们可见它已经是打通了的 人员是从这里下来 到达了这个位置左右 那么后续的救援情况 我们会持续跟进 好的主持人 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好的我们也希望 能够有更多的好消息传来 在现场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 井口现在有多辆救护车 120的救护车 好我们看到一名被困人员 这是五中段的一名被困人员 被几名救援人员抬着 抬到了床上 抬到了床上 现在给他盖上了一个蓝色的被子 进行一个保暖 那么第二名被困人员 我们可以看到 救援到井上来 然后被驻守在井口边的救援人员 好